大家好 最近我幫我朋友買了一支限量的手錶 SRPK39 SEIKO 5 SPORT無數週年 Bruce Lee的限量版本 李小龍一直都是SEIKO代號者 他以前就有帶一支6139 5 SPORT SPEED TIMER 是世界上第一款自動即時抹錶 是1969年推出的手錶 這支在很多拍賣網站還是有在賣 那他的售價還很高 那我們來看看SEIKO台灣的包裝 他現在的箱子比我手還大 他整體保護很周全 打開以後你可以看到裡面還有泡麵 表就踩完下面 下面還有一個SEIKO的袋子 外面有個白色的袖套 他移除就可以看到盒子本身 他是個白色的盒子 還挺亮眼的 再來把他打開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個白色泡麵 保護裡面黑色的盒子 用前面這個金屬客戶環把錶盒打開 首先你會看到上面寫著 Bruce Lee Limited Edition 再來的話你會看到兩條錶帶 一條黑色皮革 然後一條黃色那頭錶帶 製裝是黑色皮革的 搭配銀色縫線 背面是白色的 還有金色龍的紋路 表面是黑色的 並有象徵李小龍的龍 時針分針秒針還有刻度 都有使用金色去點綴 外圈是可以旋轉的 上面有節全道的中指 以無法為有法 以無限為有限 在3點鐘的房下也有日期跟星期 表觀位於4點鐘房下 背面則是節全道的標誌 搭配霧黑的強化玻璃 可以稍微看到他的機型跟擺脫 玻璃上可以看到他的機型4R36 材質不鏽鋼Standless Steel 跟防水係數18或100米 旁邊一點可以看到他是限量的 總共有15000字 這是時代的感覺 跟使用那頭錶帶 表觀有兩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可以調整星期 有中英文的星期 然後星期天是紅色的 往迴轉的話是調整日期 那第二個位置的話是調整時間 錄影的時間大概是4點10分左右 在每個時間的刻度還有時針分針秒針上都有夜光圖計 SACO5設定是運動表 所以他的螢光還挺明顯的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隻手錶非常值得收藏 不但是是很有特色的SACO5 還跟李小龍聯名 如果你是李小龍你的話 趕快去找一隻吧 但我相信試驗上已經不多了 謝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內容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跟留言 讓我有動力去創造更好的內容 來十五年 之前 幾個星期